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週二在日本東京登場 這也是澳洲新總理 埃班尼斯的國際舞台處女秀 你坐在船上 你坐在船上 如果你睡在這裡就沒事 因為我不知道你怎麼做 埃班尼斯才剛宣誓就職 就忙著飛日本見拜登 從他選擇擁有華裔臉孔 對華鷹派的黃英賢 擔任澳洲新外交部長 或許能看出埃班尼斯 打算維持澳洲這幾年的抗中基調 只是四方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 各界關心的還是拜登前一天 承諾出兵協防台灣的談話 主席總統,是台灣的政策 對台灣的政策嗎 我會 沒有 你可說嗎 沒有 主席總統,你會把台灣送給台灣 如果中國的政策嗎 不管拜登有沒有口誤 大陸解放局的動作始終沒有停下 這本防衛省釋出最新照片 顯示三艘大陸海軍飛彈護衛艦 分別朝日本海和太平洋航行 華爾街日報直指 拜登犯下最大的錯 恐怕不是失言 而是在每日峰會後宣布的 印太經濟架構沒有邀請台灣夾住 臺灣控制約90%的超級機器 全球的能量 這會是一個災難 畢竟台灣掌握全球半導體供應命脈 讓台灣加入美國的經濟保護傘 才能保障美國經濟不受威脅